海外网9月18日定在7日于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俄日首脑会谈中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相赠送了礼物 安倍赠送的是加纳之五郎的书法经历善用 而普京赠送给安倍的礼物是日本孙政短刀 此举曾引发俄日网友的热议 他们纷纷揣测背后的意图 不过日媒分析称这或许是为了达到分裂日美同盟的目的 不怀好意 据日本传心新闻报道 在9月7日举行的俄日首脑会谈上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和俄罗斯总统普京互赠了礼物 安倍赠送给普京的礼物是日本柔道之父加纳之五郎的书法 且该书法是加纳之五郎的一座 日媒表示身为柔道爱好者的普京在收到礼物时称太棒了 这是绝佳的礼物 表达了感谢之意 加纳之五郎的书法还曾经被赠给过在洛杉矶奥运会中 获得柔道金牌的柔道盖世之王山下太狱 普京很开心在预料之中 此时安倍先得一分 不过接下来就让人困惑了 另一方面普京赠送给安倍的纪念品令日本至今仍被感困惑 普京赠送的纪念品是日本士丁时代一是国村政家族所铸造的名刀村政短刀 据说是在二战后盟军占领日本期间流转到美国的文物 不过至今仍未解明被称作妖刀的村政短刀到底是如何流转到俄罗斯的 但是俄政府解释称这是返还日本 日本外务省干部面露苦笑的说 普京让我们拿回了曾被美国攫取的东西 但如果俄罗斯不归还其所掠取的北方领土 而只是还一把刀 日本是无论如何也不能收下啊 日媒分析围绕着北方领土问题 俄罗斯至今仍不断敲打着日美同盟 普京或想说从二战中战败的日本 窃取珍贵物品的不只有俄罗斯 还有美国 俄罗斯意在分裂日美同盟 据传日本德川家康的祖父松平清康 在与之田家作战时被家臣用仙子村正一刀 从右肩劈到左腹 此壮几惨 接着德川家康的父亲被靖臣用刀斩伤了大腿 用的也是村正 此后德川家康的敌男性康被之田信长一心 汉武田家勾结而切腹自杀 用的又是村正 在后来官员和战中德川家康自己被村正斩伤了手指 所以德川家康对村正极其痛恨 斥责为不及的象征 下令废止村正 十方者都被处及刑 村正在当时的德川政权也被视为禁忌 编译海外网拱号